曾经到过联合医院三重院区的朋友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其实在B1有一个员工餐厅 平时其实也有对外开放 而这里所烹调的料理 主要以健康低卡餐为主 对于想要维持苗条身材的人来说 可以说是一大福音 一样主菜搭配上几样丰富配菜 这美味的低卡便当 可是出自联合医院三重院区的B1员工餐厅 每接近中午用餐时段 立刻大排长龙 那低卡便当的话 它主要就是利用食物食材本身的特性 搭配蒸煮烤等低油的烹调方式 才能够保持食物它本身所拥有的天然风味 达到健康低卡的目的 餐厅内的便当烹调方式 以清蒸烘烤水煮为主 一个便当的热量相较市面贩售 热量足足少了一半 市售的便当 大部分都会有油炸的方式 或是其他高油脂的一个烹调方式 那他们可能会有900大卡或超过1000大卡 那在这边的健康的员工便当 我们大概都是介于500到600大卡左右 那这个热量的一个调整 大概就是在主食的饭量上 可以再做一个调配 如果需要健康的减重的时候 那我们在主食上可以做一个调配 虽为联合医院附属员工餐厅 但平时也有对外开放 对于想要减重的民众来说 可是一大福音 记者方建凯带华三重采访不到